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授課的開放教室是我們的周黃立梅組長 他目前是我們的教學組長 他任的是自然領域的客人 立梅老師他今天要上的是 就是用POEC的教學法 來進行自然領域的教學 那今天來參與的夥伴 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的化校的教師共備社群裡面 我們分為一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客人A組跟客人B組 那自然領域是屬於客人A組 客人A組的代理校長 就是我們的福西國小的東洋市中校長 所以他今天特別就是 本來我這場要比較主持 但是因為我們立梅老師今天同時也是第一講師的任職 而我是他的輔導的老師 所以就傳出我的華醫師監獄獎 今天就有主持了 那我們今天還有一位就是我們隔壁的貴賓 我們南條國小 他也是我們教育部的A1、A2的講師 那同時也是我們北區的輔導專家 跟中區的輔導專家 我們南條國小的劉立娟、劉主任 今天是來學習的 我們經常在一起 那福西國小之前也是由立娟主任有特別去協助 另外我們還有因為我們的這個校長社群裡面 我們還有一位大咖的校長 在今年加入了我們這個行業 這是我們二同國小的副本校長 這邊來的其實都是很重要的人 比如說福口國小的委辭 那種的後用校長 然後資宇今天好 福西國小今天來兩位 資宇還有康義 康義也是 康義也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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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義也是我們自然領域 在上個禮拜 有做過POEC的自然領域的教學 他也讓我們去跟他一起學習 另外我們二同國小的周老師 周老師他今天也是自然老師 所以他這次特別來看這個自然 然後還有另外的人 他可能在這個是 光明國小的老師 喔光明國小的老師 看一下是誰 建倫老師 建倫老師 非常的歡迎建倫老師 看看後面還有人嗎 後面還有人嗎 我需要看那個 還有曾主任還沒出場 這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柯論A組 就是我們的曾趙文貞主任 他自己也有做自然領域的POEC的教學 還有我們那個教導部的曹建理曹主任 這邊都是柯論A組的 柯論A組 柯論A組陣容非常的龐大 很堅實 我們早上我們麻原這兩天很熱鬧 這雖然是小地方 所以很感謝大家來給我們 就是讓我們同畢聲光 我們早上公開笑 也有一場公開笑課 這是我們豐靈老師的一年級的祝福 剛剛才完成 早上王子華老師也有親自來 我們要簽到 有人要簽到 有人要簽到 是誰 好 好 還有人要簽到 我們等下簽到一下 還有母后 我不會是 羅益生在哪裡 他已經簽到他 他已經簽到了 他已經簽到了 我過來了 他已經簽到了 好 羅益生就是 大家都知道羅益君 他羅益生跟羅益君長得很滿像的 他是一個很帥的老師 而且他 我那天聽那個蘇華校長分享他的故事 覺得非常感人 那個羅益生組長 他自己單位組長 他週五有一個叫做五間的英語社 他就是把一些孩子五間來 他的報告的時候 他就說他的學生 他就用自讀自學的方式來教英語 然後孩子就學得很開心很投入 所以表示我們的老師 已經把自讀自學 這樣的一種教學的模式 他可以延伸運用在不同的領域裡面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棒 待會兒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是益生主也可以多分享一下 他上學期也有做自然領域的公開授課 春慶主任來了 春慶主任來了 自然推任A組陣容真的很龐大 快到齊了 好像還有一個人在簽 簽到我們等待賽賽 可惜的是後面進來的人都沒有聽到我們剛剛說的 什麼重要的事情 另外今天那個台東教育大學也有多個團隊 特別來為大家服務 那早上的那一場是國北教大 所以早上是我們教網中心的主任和那個 中環組長還有承辦人 特別來做那個就是來參與來服務這樣 後面是不是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 好我們等待一下 明天就是我了 明天早上就是我了 明天早上就 10點20分 我給大家就走了 欸 明星 來自於大鴻國草的明星 明星老師 他去年之前是做數學 但是他今年出來當科任 所以他想讓他教自然 所以他想要來看一下PoEc的自然的課堂 是如何的運作 後面還有嗎 後面還有嗎 好 那時間非常的寶貴 我們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 就是交給我們的立美老師 請他來做課前說明 老師的校長還有各位的主任老師們 你然後來等一下我再報告說 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禮物或是什麼都可以提出來 讓我這邊可以改進 那我這邊就開始說 我這次的課程是那個四年級 四年級的第四單元 考完的電路裡面的活動二 電路有哪些連接方式 那我前天已經有上過三堂課了 那我這次這個單元的話就是 學生也是還沒有開始接觸到這個 讓你已經進入的時間 那我的課程的話是這樣子的 我們上禮拜就是學生已經完成活動一的 活動一的一個概念了 就是那個匯量的歌詞裡面的組成元件 電線電池跟燈泡 那他們也已經學會怎麼去連接 連接電池還有電線跟燈泡 讓它形成通路可以讓燈泡變 那這個活動的話 那像這個活動我們主要是要 不算是還有教過說 測試一些可以導電的物品 然後建立一些簡單的開關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這個活動 今天這個活動主要教一些 認識電池的串連 跟避免這個連接方法的不同 然後學生會從實驗創作中 直接去發現什麼串連的話 燈泡兩個電池的串連 會比一個電池還要量 然後避免的話其實不會變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運用的 像我們的 我們自然課的操作方式 就跟國語術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課程上的話就是首先 在課程進入之前都讓學生先做預測 先預測我們這個實驗的內容會怎麼樣 他們去預測完之後 我們才可以讓學生直接去做操作 然後操作完之後 操作完之後我們再引導完之後 怎麼課程結束 我們股學員才會去配合知識節儉的影片 做到WSA的學習單 我們整個的自然模式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學生不會事先到 不會預習也不會知道 我們這個課程的概念是什麼 他們都整個學過之後才會去做一個預習 那像我們的 我們英才網的話在前面的話是做一個會有一個前側 然後像這個 WSA的話通常我前面的話都是 就是我如果要開始新的單元 那他們前面做的都是在前幾個活動的一個復習 那中間過程就是一樣的就是 連結他事情的經驗然後來做人共學 然後最後我們再來做導學 那我現在這一班呢 我先講一下等一下 王大姐 我受課整個班是 四年級的學生 然後全班有二十四位學生 那男生是十六位 我現在是八個 那今天剛好有兩個學生是 請定價廟 那我等一下有在小朋友的座位 分組那邊都寫上面是第一組 然後名字是什麼 所以如果說教他們 我有我的分組 大概可以看得到學生的學習狀況 他們看一下你的名字這樣 好 那這是我的分組的情形 我們就分一二三組從左邊過來 然後四五六 那就是今天就是第二組跟第四 有點少一位學生 所以他們到時候在做奉學的時候 大家都要 還有人要負責拍照 所以就每個人都要很努力去認真完整的 好 那有幾個學生 就是這一段的孩子有兩個特教生 然後有一些 有差不多的女生 就有一個女生 也是比較優秀 其他的孩子 就是比較會分心的 好 那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這一次的學習重點就是 就是那個英臺王的這個 九支離譯這邊 第二學期間有九支離譯 然後電磁串和病棉 連接方式對分化量度的不同 好 在海藍園 那我們的學習目標就很明確 就是說就是希望學生經由 這樣的實驗創作觀察 能夠就馬上知道串聯 串聯的話就是會對燈 燈泡會比較比一個電子 那避免的話燈泡要不是不變的 好 那我現在的話學生之前的話 我們已經學過四個節點都完成了 然後我們的知識節點裡面也都看完 沒有做比試 所以他們學生的前面的 前面的現在的姿勢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在ILE的第二 第二學期這邊的地方的節點都做完 都完成了 然後現在進入的是九支離譯 一個還沒有一起做 那我一開始的話讓學生先做這個的 我有主卷 有做三年前射 那我的主卷的話就是從那個 知識節點的九支離譯 跟九支離譯譯譯 總共就是七品 那九支離譯譯的話就是 九支離譯譯這邊就是 完全是在講 串聯跟病聯的實驗的操作過程 可是九支離譯譯的話 是串聯病聯的一個概念陳述 所以都是一個延伸的特程 那延伸特程的話 因為我們 那延伸特程是從影片中的概念去理解 所以我們今天的實驗 可能不會操作到 但是我在實驗任務單 那邊會讓他們做炒熱 那等一下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實驗 分組工學的實驗任務單 那這個在測這個節點 在測這個前測的時候 就是學生班的話幾乎都不清楚 因為他們這個單元那種本 還沒開始教育性或這個前測 那他們也不知道 串聯跟病聯燈後 會當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幾乎都是 全部都是不太會 看一下就是 他們對電路基本的地方是不熟悉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教 然後串聯的概念大概一半是了解 因為從手電筒 它那樣是有滑溼 然後病聯相當概念是完全不熟悉 然後最後也是 病聯後燈後跟串聯比起來 是比較暗的概念 這也是很會的 這一班都很會 好那 這是我在這個課之前 小朋友選的 我們在 這是我們的那一堂前面 前面之 最前那一堂課的一個 分組職業的工學生 那一開始學生在畫 在畫那個燈泡預測這邊的時候 就燈泡回亮的時候 他們都畫那個電線的連接工作 全班工作 就是他們都以為兩條電線 他們會接到 他們 因為那時候就是電線 電磁被的燈泡而已 很刪除他們是用手去壓它去測試 他們都以為是線要接在那個燈泡下面的接點 那全部都會亮 然後後來我們就實際器發射之後 我們就發現原來是 原來是 這只有一條線要接燈泡的接點 然後另外一條電線要接在螺旋 緊急的地方才會亮 他們這個概念是都清楚 這個基本的連接會之後 接著就是教他們的燈泡座跟電磁座的連接方式 那學生也是 我就請他們畫圖 所以他們大概就知道怎麼寫 因為今天的範圍是需要用到他們的概念 所以前面都要選擇 那這樣他們是沒有問題 然後完成這個之後 一樣我平時會拍那個影片的做複習 知識節點做複習 所以我在做影片的筆記是這樣子 因為我一開始我前面在讓他們看那個 英才網的影片的時候 做筆記本來沒有幫他們做這種印象 沒有幫他們是自己也寫重點 可是就會寫得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後來就改變一個方式 就幫他們把影片一些我要的重點 幫他們做那個整理 然後孩子就是去看影片 就去寫這個筆記 然後他們再去看到重點 再寫在裡面 就有點像是剛才那種筆記的方式 然後現在要寫檔案的新的 然後這兩個的話就是我們前面的 就是配合我們的印材網絲節的地方 電子油主要的電子電線跟後期的影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要去了解通路跟段路的狀態 這是他們的完成課程之後的回教功課 那接著這個就是在我的一堂課又更 這個就是知情禮拜四才剛上完 因為我的一週九三節自然 那我上禮拜四才剛上完這個 然後這也是他們那時候來堂課的 主內工學的實驗任務當 然後一樣就是大家討論完之後 一邊實用完之後去分享他們的過程 然後上完之後一樣 就是一樣派他們的筆記任務 就是去看印材網的影片 然後一樣幫他們做好這樣的內容 他們去看影片看到我要的重點是什麼 那這個完整就是他們也是 十月八二功課 那可能就是今天他們才教啊 才教過來這樣子 就是已經教完了 那新的就是從那個IME第六學習單 第六學習階段的九至零開始 然後就還沒有到 所以今天正要STOP 所以我今天等一開始的話 就是會先先那個1 就是在那個關鍵提問的地方 就是根據課本這個 根據課本這個關鍵提問 就是說我會先給他們 就是他們的實驗器人裡面就會 先要組一個電磁跟蒸泡的量 先看那個量度多量 然後他們去猜 他們想要去猜說 像這個小型的接法 還有小空的接法 哪一個或者覺得要的量 也許小朋友都要回答都會量 那也沒有關係就是猜一看 因為他每個都還沒有試過這個 經驗都是亂沒有上過 然後我們再看學生的反應是怎麼樣 根據自己 然後接著我還會再一步一步的引導到 算緣是什麼 病人是什麼 要先有這個概念 才有辦法去理解 就是導入的部分 那接著就是這個 理解完之後 學生就開始要做這個 組內共學的實驗操作 那實驗操作的話 他們基本上就要配合這一張 他們的組內共學的實驗任務單 這是我做的任務單 那學生的話 就是一開始他們先做預測 去猜猜看這兩個的接法 是會比較 一個電子的通路還亮 還是怎麼樣 用得這麼滑 好做完之後 我就會把那個 實驗器材給他們 實驗set給他們 然後他們在我的那個說 在我的導入的課程裡面 他們也會理解到 串聯的病名 然後他們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 學生可能就是要去稍微 畫出串聯的方式是什麼 因為我後來發現 如果有畫圖 他們可能會更清楚 雖然手上已經超過過 再畫圖會更清楚 那這個是一個延伸的一個實驗 就是說 就是說那個 他們可能能理解到說 如果電子串聯的話 其中一顆電子免器 會沒有煎好 身後會煉滿 那到同時我請他們說 把一個電子拔掉 他說是沒有電動 他們去試試看 還會煉滿 實驗實際操作 然後接著他們就要做定年 定年的話就是會有一個可愛 就是看那個小學的時候 好像有畫圖 滿滿大的畫圖 我們要來理解 看一年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要去看 如果是說 我們可以 我們是要把 其中一個電子拔掉 直接去測試看看 然後最後我們要拍到上傳室 我們是希望他們 能夠拍照 那一顆電子的燈泡硯度 跟串聯的燈泡硯度 要變成這樣生命的開探 然後就可以更出處知道 然後之後他們再把這個 然後過完之後 他們必須要做一個延伸的討論 為什麼要做這種延伸討論 因為其實我這堂課上完之後 最後四分鐘 我這堂課直接做後撤 做後撤 那後撤裡面 我們目前這裡 有很多是那個 影片裡面的DL概念成績的體驗 那我們實驗並多做到 但是他們想幫他們學生先討論一下 跟他們這一堂課學到的 有一個課程的內容實驗的操作 去討論一下這個第二題跟第三題 因為這個是 他們就是 因為我必須他們到時候會有什麼樣的答案 所以就讓孩子試試看 討論看看 然後我到時候最後會導學了之後 再給他們一個證券 然後這個可以增加 在無限增加 然後看來怎麼寫 這個地方 好就是最後呢 就是跟主 再組件做分享到 再把這兩條拍上去 然後再來討論 那這個完成之後呢 就這邊做完之後 他們就是會到那個陰廠裡面去 拍照上台的問題 然後這個接著就是 做那個組件分享 基本上可能就會用 抽兩幾個方式上台 那到時候可能就是 又一個方式用抽籤的 但是抽到來幾去試試看 然後看他們到這個狀況怎麼樣 他們四九 然後接著 分享完之後 我會做一個整個 概念重整導學部分 然後最後的話 就直接來 直接就是做一個後測 後測 看他們這一堂課學的狀況如何 然後結束之後 他們才會去做那個 結束之後 回家工作一樣 跟我遺忘的模式一樣 才拍那個 才會繼續A的學習展 他們回去再做 錄習 這個整個 特大就是這樣 好 那 那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的 小組工作分配單 其實一組有四個小朋友 他們大概都照計程 在這種工作 之前才有想做 我們之前這樣分配 然後存在這一點 他也是肯定在 學的時候 同樣每個小朋友 其實我們現在自己得到 自己那一組 有沒有達到這個 有沒有達到這個 評分標準 然後分組 這是 你先後學的評分檔的部分 這是 最後是一個 特後自主學習的 學習單 因為這個 如果是在 如果是一般的課程 像這個的話 比較重要概念 我今天也會做比較大張的 這樣 那一般他們 每次上我們課 希望他們再搭配影片 再去做自己的時候 我覺得做簡單的 體積的非常好 那 以上 大概就是我今天 多課的說明 謝謝 謝謝 這邊有很多是 初次來參與的 葉美老師 你要不要把你的那個 POEC 為什麼你會用這樣的 設計的方式 再精証的說明一下 好 那因為自然課的話 我們是比較希望說 學生不要就馬上知道 這個課程裡面 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這樣會比較 當課的話 我們會學起來 會比較吸引 比較有趣 然後也比較能夠真正的是 去跟自己所想 去那個 比照看看 是不是自己想是這樣 所以我們自然課的 POEC的P的話 P的話 就是一開始課程之前 都是讓學生去做預測 讓學生去預測說 我們這個實驗 可能會達到什麼樣的結果 先猜猜看 然後P是這樣子 然後O的話 就是開始做小組的 組內共選去做實驗操作 然後他們在實驗過程中 要互相討論 討論 POE的話 1的話 那這個1就是他們 在做組間分享 他們就要去做上台分享 讓其他組看看 大家的答案有沒有一樣 雖然是一樣的實驗 可是也許會有不同的想法 分享 然後最後的C就是 我在導學的時候 再來看一下 他們大家的實驗結果 跟他們之前開始預測 有沒有相好 去做一個概念的導入 理解完之後 然後最後最後 最後我們的整個這個 這個課程結束之後 我們要讓孩子去做 小B2SA的自選單 當作是一個副詞的概念 EOC單是非要理由的 謝謝利美老師的課前的說明 那各位夥伴有沒有要針對 他課前的說明 提出什麼問題 有沒有要再請他講得更清楚一點 或者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 Lina 你剛剛 剛剛有一個那個 比例的那個 摘入 是從一個 以台灣可以摘入的 對對對 你的方式很好 因為我之前的做法就是 像這個筆記就是 我之前的做法的話就是 放大 勾放 勾放 這樣看得輕易 好 其實我之前的方式不是用這樣 就是要學生自己看眼鏡去做 寫上的重點 所以我後來發現他們比較找不到重點 他們四年久以來講 還沒有辦法說 抓到我覺得要的重點 就會寫一些比較流行 或是只是操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我就是把影片都看完 然後我覺得 我希望他們從這影片中是獲得什麼樣的重點 就幫忙做出來 所以我都跟學生說 我都算得比較仔細 還說學生所以我也要努力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真的是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我這一班的學生 這一班特任老師 他們班了有好幾個孩子 就是比較沒有學習東西 然後可能就是也找不到方向 那我覺得我自從做這樣子 用這種筆記方式的時候 他們就 我覺得寫得還不錯 然後在時間上你參與的比較熱絡 他們寫得過程很好 那幾個班我覺得有點難了 那腿很像 然後他們寫完之後 我就覺得還不錯 他們的概念還有有提升 因為我一直在想要怎麼幫助這些孩子 其實他們努力 所以又一直換方式 那目前是用這個方法 那每次上我的課程之後 我就會做一個這樣的筆記 然後回去當作複習 就是配合音材網 那他們的 那要看一下我們音材網的 學生的做的嗎 看的任務 可以看一下 還有一點時間 對還有一點時間 那學生他們 學生他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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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好 這個冰鋼 這個後色期率是 時間也到 沒有看學生也收不到 大概是四十幾分才出 他們等一下才會做 然後這個是 像他們這個 像他們這個 十跟九 就是我們剛剛上網的 那孩子們的 完整狀況也不錯 他們會去看影片 然後寫我做的筆記 就是我就會在 我就會在那個 應該是說我就會在 音材網就寫好 我這個是配合 筆記區十 那個 他們就看這個影片 然後前面 九 八 七 那是後面 前面之前的是那個 聲音的部分 就是我們第三單元是這樣 因為從那個 一二單元這樣子 本來不是做這樣的筆記 是用另外一個 我就覺得 那時候考試 覺得中好 沒有考人好 還是後面很明 只要用那個方式 從第三單元換張的 筆記的那個 就是摘要當方式 做這樣的 的影響 他們就寫來不錯 所以就是 那基本上學生就會去 就派之後 就請他們去做 去看 然後寫到重點 但是這樣 好 那請問還有要 疑問或者是 回饋的嗎 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 IME-W8 也是學生的先輩自身 那這邊呢 IME-W8 應該是已經上過 對 然後不曉得 IME-W8 有沒有做過 測驗 譬如說 你如果 那一個部分 那一個學習內容 也是操作 思學的話 那它應該是 前後側 所以它的後側 是不是就變成是 也是 或是針對這個 學習的部分 那老師我這邊回答一下 我前面那個 沒有特別去取卷 可是我們是 在第四整個單元 做一個選策 第四 所以我應該會 做 因為我這個是 我這次要送課 才會去取卷 取卷 取這期 那我們整個 第四單元桌 只要在做一個後側 就是全部的 活動 一到 活動三個部分 那我現在只能參加他們的 體積方面的回來的正確率 跟他們的重結寫的部分 來看他們會不會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沒有時間做到後側 也就是說 你那個學習南鐵的分析裡面 你講到的前側 你列出來 列那個 Ine-H2-H9 那個其實是包含在 你那個前側裡面 其中的部分 所以你的前側 沒有 它是我的主卷 我是根據那個 主卷 我是日靈一那邊 去做主卷的 所以你的前側 就只有做9090902的主卷 是 是 對 那也就是說 那個08的部分 其實你沒有測過 對 我沒有特別去主卷 好 因為我看到你在 那個下面的登記 有寫到說 從前側看出 學生會 電路基本連接方式熟悉 那電路的連接數據的方式 其實在對比 Ine-H2-H8的時候 其實就是主要的學習 對對對 所以我剛剛有解釋就是說 就是說 我在上次的單元之前 我就讓他們先去做主卷的清理 讓他們完全都理會 可是因為我前面的 已經上過活動一了 也許他們不會了 已經有一些概念 就是說你今天要上這個課之前 其實你不確定的是 那個學生的 就是那個 學生的 學生的 這幾八的部分 是不是經手 對不對 應該是說 這個部分 可以解釋一下 他指的前側是側 串連跟閉連 這部分 他電路不少 但他前面的已經會 就是說 基本上串成一個通路 他是會的 對不對 對 所以你這裡講的電路 不是基於電路 不是 只串連跟閉連 對 他們完全不少 因為也沒上過 沒有 所以我今天 你前面的後側 那其實其實也是只針對 串連閉連的概念 串連閉連的概念 所以立美老師 你前面的都沒有做後側過的 還沒做 你測驗嗎 對 我前面的測驗 應該就有做一個大測驗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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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1券2 券1的部分 所以就是單元測驗 對 單元測驗 就有做這個 所以我那個券1的話是 我是做券1的話 是韓活動 一到活動二 活動三 那我這一堂課 針對這個節點 我是另外一個券機 對 不過我就是要確定 我這一堂課的學生 到底有沒有學過 嗯 沒有啦 所以基本電路的熟悉是 觀察到 有什麼人是想要知道說 你前面那兩節課的教學 是不是都會了 他只是想了解說 是不是都會了 因為既然他是先輩知識 對 我覺得 我確定應該都會了 因為我們有做那個作業 不會有收尾看 觀察到 觀察到 對 就是 那你在那個單元的前冊裡面 因為單元前冊裡面 包括活動一 活動三 那其實那個概念 在分析裡面那個概念應該也會有 就是在他的那個叫做什麼 測驗報告裡面 他也會分析某一個節點是什麼 某一個題目是什麼 應該有看法 現在要上嗎 欸 已經算是想在 零用可用 那只是那個 立雲指紋只是提醒 只是提醒而已 對對對 但是因為你有做那個測驗 所以那個測驗裡面 他的那個測驗報告裡面 也會包括 是哪一個技能節點 他都會有 對 我還沒有去看 對 會有那個 0801 0802 0803 0804 只要有 人力就會有 他會有 好 感謝大家提供很專業的一家 還有沒有 最後一個 好 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有那個 一屆的報告還是沒有說 不敢這樣 可是我想說等一下我們關課 也去疑問上想要請教一下 有我們的資料的手邊 那是第三頁嗎 那個 學生的座位 座位表 我可以請教學生的座名 因為很運動 希望能夠去 我們了解他學生的座話 我想請問一下 第2組 22組 座位上面的表 第2組 22 所以是22組 所以是22組 對 最後 對 他是22組 對 所以他是22組 對 所以他是22組內位 對 所以他是22組內位 對 那他請教一下 如果 請問一下座位 不要太多人在寫 所以 他會有寫著 半六大組 然後做 位置 自由選擇 部份教室調整 然後 每個大組 兩一任務 會往再區分兩小組 那請問一下 這個位置 等一下我們去看的時候 他位置就這樣做嗎 這樣做的話 是 請問一下 那現在請問一下 第2組 第4組 是哪一位 行家 有一個 這個是3號 是 那個是 那個是 這個是 13號請假 對 那個椅子上 裏上有貼血 真的姓名的 是 姓名的 有貼姓的 第4組 有人會 那是 第3組 第3組 我第3組 第3組 2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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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對 今天就來 就是請假 再請問一下 我們來看看 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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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小組的一個工作分配單 你看一下 中間那個也寫 組內工作分配表 後號 請各小組成員討論後 檢入姓名 然後想請問一下 等一下我們過去的時候 他會現場討論他們的工作 任務分配 現在還是就已經有分配 影響的看法就是 討論再分配 如果討論的話 我不好意思 如果討論的話 他現場直接在討論 他是不是對您上課的這些 時間上的掌握上 是不是會有一些影響 對 我就剛剛一直在想到底 要不要讓我們打散課 可以請教一下 因為孩子能知道討論 他們其實是自己 心裡有數 但是因為今天有兩個 沒有來 所以我在想他們 可能要怎麼 把他放進去 然後再問他們 對 因為影響到 因為 課程時間少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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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 對 就是 等一下應該還是可以 對 他們會馬上就處理好 像 到底誰要專門工作 對 因為 已經最清楚 還是有的一個情況 因為有些同一組的 可能就要討論很久 如果討論很久 如果討論沒出來的話 就會影響到 整個世界上來 他們等一下應該會蠻快 因為很多通常都這樣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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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等一下 就要下課了 我們立美老師可能要到班上去 畢竟柯任老師 柯任老師最辛苦的 就是對孩子的 不是你班上的學生 會比較 好 好 那就謝謝立美老師囉 太難了 太難了 那我們就到頭下去拍照 頭下可以嗎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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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次我們也學過 導電或是導電的 對不對 電開專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自己修學的是 這個活動 我們要進入的 電路羅那接連 涂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現在我們來看看 我們再來看看 這裡 這個 我們要進入這裡之前 老師想要先發你們的 先發你們的風險 感覺等一下你的藝術就必須寫在你的體驗的目端 那我先請組長過來幫你一下 組長現在拿藝術一張 等一下那個擺設你還在哪 先拿這張就好了 那個名字的部分可以拿到藝術一張 我們來看現在 你在看你的那個 準備夢學實驗要問答的時候 你會看到第一個關鍵題問是這裡 那我們先來看喔 你知道怎麼寫喔 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在目前我們都學過 只有一個電池的通路 對不對 只有一個電池的通路 我們還要再加一個電池喔 還加一個電池 然後要怎麼接燈泡才會發亮 待會我們就進去看 那第二個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那這樣加兩顆電池這樣子 他們的燈泡會比一顆電的亮還是一樣亮 那我們現在先同組給你們一分鐘討論一下 對 如果說你覺得是小琦的接法比較亮的話 幫他掛簽 那你如果覺得是小琦的接法比較亮就畫圈 還是你覺得只要面子兩顆就一顆亮的 都可以畫圈 然後畫完之後 30秒會快一點 你們要討論一下 就要找得到你們的壓力 好了時間到了喔 好 這個很簡單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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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請 妳們那一組妳們覺得神會比這顆亮 小恩 妳覺得小恩的亮 好 那 那一點呢 妳們那一組是誰 我是覺得兩個都比較亮 因為兩個都是 因為兩個都是兩顆電池 妳覺得會兩個都一定都比較亮亮 好 那有沒有不一樣啦 有沒有人覺得是小琦的會比較亮亮 妳覺得小琦這個會比較亮亮 妳覺得小琦這個會比較亮亮 這個不會是不是 那這樣都沒有關係 那接著我們來看喔 這兩個接法是這樣子 妳看 其實我們電子的連接方式就是兩種 一種叫創簾 一種叫併簾 那我先問你們喔 像上的接法這種接法 妳覺得小琦的接法是哪一種連接方式 併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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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人家都不一樣 妳說串連的舉手 妳覺得小琦呢是串連 妳還說併簾的舉手 妳覺得小琦的接法是併簾的舉手 來 那妳說是串連舉手 有幾個會覺得小琦接法是串連 好 那沒有關係喔 所以大家就是串連 所以這個 然後妳們剛剛說小琦的接法 是什麼連 串連 串連 都是串連舉手 併簾舉手 好 那老師告訴妳們喔 其實是這樣子喔 妳看一下 看一下 來 因為妳們這個真的不清楚沒關係 它是這樣子 一個電磁的正極 去連接另外一個電磁的負極 正極去連到負極 然後形成的通路是叫串連 串連 我們上次看到手電筒的 還記得嗎 對 一個電磁的正極跟負極 連起來的通路叫串連 然後它的通路 串連的話是這樣喔 妳看喔 串連通路是只有一條 一條 這樣 就跟我們那時候 一個電磁的這樣通路一樣 它是正極接負極 那如果是兩個電磁它的正極 這兩個電磁的正極連在一起 串起來之後再去串那個燈號座這裡 然後負極接起來 再去接燈號座這個地方 這樣子叫併簾 那併簾會有多個通路 所以什麼叫做通路 這裡就有一條通路 這裡還有一條通路 併簾 這樣妳理解了嗎 所以妳剛剛猜錯了 妳現在趕快改過來 這個是 因為妳之前也有學過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去換妳 這是定義 好 那來囉 接下來 那我們現在 等一下 妳就是要來驗證這個問題 驗證這個事情 驗證這個地方 妳的任務單 妳的任務單裡面的這個 妳現在要來確認說 到底是 到底電磁串聯 電磁串聯會請 一個電磁的還要量 更量還是補電還是更快 妳要來做這個 所以妳們現在必須要再做一個 驗證 進入實驗之前 好 首先告訴我們 我們告訴妳們的實驗的步驟 實驗的內容 等一下 等一下妳們會有一個這樣的實驗器 等一集中 會有五顆電磁 然後五顆電磁座 才有分化三個 那這些老師都有正式過了 就是從這邊我都獨立了 那妳們要做什麼 妳們待會兒就是要去試試看 先去做一個電磁的 先去做一個電磁的通路 看到燈泡亮不多亮 然後等一下妳把它去接 再去做兩個電磁座跟電磁 去做一個小型的接法 然後再去做 還要再兩個電磁座跟兩個電磁 去做小型的接法 然後去影響 不可以不知道妳們哪 不知道妳剛剛預測的問題 那現在喔 所以一開始現在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討論一下 再一分鐘討論一下 這個電磁串聯的時候 小燈的接法 就是妳做小燈這個接法 串聯 串聯這個接法的時候 他們會跟妳的電磁比起來是 更亮 五顆是更暗 先預測一下 先勾 你們前面一開始預測 已經不要短了 我們現在開始第二個預測了 還是更暗 還是更暗 這裡妳們都要做這個預測 知道嗎 對 對 好啦 你們前面的關係不管 你們根據我剛剛用交換的時候 妳覺得是怎樣 好 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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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來 有討論嗎 好 那各位 好了 討論好了 我覺得不便 好 請坐請坐 也沒有關係喔 好 妳整個 那我們接著換下一個來 那妳現在一樣 小型的接法要電磁並聯 妳也去預測一下 妳等一下接完之後 它到底跟一顆電磁比起來 它的亮度跟畫亮度會更亮還是 普遍還是更暗 先討論後面的預測 先幫你預測我們再來拖實驗 開始來 放過去來繼續討論 正亮 正亮 好 好 這樣子喔 健康 那妳來 她叫 近年也更亮 妳覺得近年想會比一個電磁更亮 那妳們呢 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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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了嗎 cabin pat 好,已經測好了,請坐好了,來 來,我問一下來 走喔,你來組隊,你寫好了兩個 看你的兵力測起手 那老師看看 好了喔,沒有關係喔 好,現在就是要來做實驗了 現在你們就要開始做 根基尼要去看看,自己去操作看看 你到底,兩塊電池的串連 會比一個電池的燈泡還要亮還是怎麼樣 避免呢,有人都說更亮,有人都說更暗 有人講到不便嗎 我們你是覺得不便 你覺得避免,尤其你覺得你那一組 你覺得你預測,避免的兩個電池避免喔 會跟那個一個電池的燈泡比起來是不便 樣度一樣 知道嗎 看起來每一組都有不同的答案 好,那也沒有關係 那現在就是要來做實驗 你要來看看你自己預測最多 那現在 現在大家要來拿一盤你的實驗器材 然後拿你的這張 小組工作分配單 上次的寫名字就是 每個都寫一張,然後提名對不對 你這樣一分鐘注意就高 然後共有檢查 當你們在實驗的時候 要有一個人來注意這個 可能說要分配啊 然後附近就是那個 評分表地方 那等一下上台幾分鐘都處理完 實驗完之後都完成之後 要可能上台有一些什麼 那現在請 可能要兩個人過來裝好 來分 沒有人來拿出來 沒有人來拿出來 另外一個人拿出來 直接去哪裡去 可以嗎 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就趕快回去 趕快寫名字 去分配 下給你一分鐘 你要拿出來 那那個有同志 今天可以再出獎 老師什麼時候教你們怎麼寫 不是每人都寫一張嗎 然後到時候在交換 你們身上只有張 高博 你們可以當誰要簽 那我可以幫我處理嗎 好啦 那都有認真 好啦 已經如何寫完了 小課你們可以開始做實驗 然後就開始進入你的精采網 你現在老師希望你拍照一下 拍照你的燈後的亮度 你把三個做比較 要拍照 iPad要拿出來 準備iPad拿出來進入體溫區 來 到你的體溫區 來 來 好 最近都把你的體溫區 好 請你到你的體溫區去 看你的體溫 然後你至少要翻一張 你們的實驗的照片 然後再翻一張同學再兩片都看 好 那現在呢 已經完成了小朋友 你們那時候就可以開始分配實驗了 分配實驗 開始計時的實驗時又有點難喔 可以開始操作 等一下 要做之前 我也不要提醒大家看我 大家看我 大家看我看我看我 大家看我看我看我 你們在晚會結結失敗 好 誠意你沒有看到我 男生 老師告訴你們喔 根據你們上次在連那個電線的時候 在連那個電線的時候 燈泡的時候 就是說 好像你們在連那個燈泡的時候 我知道 好像都沒有把它卡緊對不對 好像就會 一樣 所以你們如果說到時候有點鬆 可能要有人協助一下一下 你知道嗎 我知道喔 好 那現在請開始 給你們 可能只有十五分鐘 超過 為你們快一點 好 讓大家看一下 有人要做一顆燈泡的啊 有人要做一個電磁連接的燈泡的 那要有人去連那個燈泡的啊 那你必須要把這烏山拿出來看 才知道怎麼連啊 小安小小群是怎麼連的 你們可以要操考一下啊 小安小群是怎麼連的 你要看一下 然後到交際來 來小妹讓你們自己要操考一下 小安小群他怎麼連的 然後到交際來 怎麼接的 然後你電磁的正極負極要接對喔 好 各位 我要是要講 你們下一個實驗 你們要很重要 沒有有人可以找到這個 請注意聽啦 現在眼睛都要看我了 請注意聽啦 你應該只要看我一下 現在是兩個重要的地方 我們只剩幾分鐘 都會直接可以 你們這個地方去處理喔 我們這個地方就是 關於電池串連的地方 電池串連如果 我們把其中一個電池 假裝煤電拔掉 它整個通路 燈泡還會亮嗎 要去測試 第二個 避年一樣 避年的話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 有個電線沒電 可是因為你們都串在一起了 那如果是一個電池 沒電 我們就假裝滑滑 就是沒電 你把避年其中的電池拔掉 它整話會亮嗎 會 會 會 你有做這個實驗了嗎 會 會亮的請少 好 各位我們再做快點 剛剛準備 做一個 那這個東西 都會寫了 我們之後快點 討論人生 討論地方 看過什麼 希望大家可以 怎麼回家 我沒有 看看你的 我是 要告訴你 我們要獲得 我們要給你 真的 看到 那個 但是 我們要給你 我們要給你 看 一刀上头 写人几手 現在我們還要一次快上樓 好 那你們真主呢 上樓了嗎 好 你們真主上樓了嗎 好 那有不能就把那個 主樂奉獻的那張粉紅色的寫好 整個粉紅色的把它分數到 所以你們真主可以打下分數 再下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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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那我現在要抽籤了 我們上來組上來分享喔 用抽籤了 我們不知道要哪一組要上來 還是有想要自動上來 欸 有一個 有一組 很想要主動上來的 有你們想要喔 那 好 我們有一組用主動嗎 另外一組用抽籤的看看好了 好 那我們那個 我們就先請第五組上來分享 你們真心聽喔 把他打分數喔 然後他上來要把步驟講清楚 然後看下一組 那我先跟你們講一個 像是你們是不是寫那個照片 他就會旋轉 像是點久一點他就不會了 點久一點 如果是你要移動他 他會再去旋轉 那給你們操作 好 我們歡迎 給我們主上來分享 全部人要看他的 好 好 好 我跟你講他好像在 我可以看一下 你看到地獄是在哪裏 地獄是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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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那裏 要跟大家說什麼 就是電池 小安的這個電池傳聯法 我們預測是更亮 然後實驗結果是更亮 好 我們看一下 然後我們 我們發說 檢基電池傳聯 的幫助是 這樣 什麼 體驗 什麼 體驗 這個 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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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正體 這邊有 這邊有一個正體 然後 這邊 然後這邊 這邊 前面有 這些正體 它接到 那個 前面那個 柱底的 尾關 然後這邊也有 柱底 那這樣 它一個 電池的 這個 這個 連接辦法 一直強過來 就會到 燈泡裡面 出來 然後 在關於電池的 然後關於電池的 傳流 電池傳聯 是一個 電池的正體 直接接到一個 電池的柱底 所以 電池的 電池 下面的 一條電池 沒有接好多 一條電池 沒有接好多 一條電池 沒有接好多 電池的 不會亮 我們要試過 不會亮 我們先到這裡 我現在想要讓它來講 近年的事情 那你們 對主人 對大家問 你們 還有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你沒有畫到那個 玻璃照 玻璃照 就是 那一個玻璃照 是 哪一個照照 燈泡照 你們沒畫到 不要用 太極了 那個玻璃照 我按得到 對吧 你們答案對吧 對 你們 大家答案是他對吧 對 超年 我問一下 再來 他們的預測是 電池串連的話會更亮 結果實驗結果 也是真的比 一個電池更亮 然後他們認為 其中只要一個電池沒電 燈泡就不會亮 你們答案是跟人家嗎 跟人家舉手 如果有附用 那我再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先以第五組 來 我們等一下 我們請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各位 那這樣的話 我們那個病人 再早幾來講 做 那個時間的關心 欸 誰想要上來做病人 有 有 有要上來分享的嗎 你有 很想要分享 好吧 那你上來吧 你來找你們啦 謝謝你 來 你來 學會到你們的 自己的愛 你的妹妹 那現在 那天 你 是 那天 是 我 有 有 那天 你來 我先講 這個 要不要放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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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接這個 大家好 我們是第四組的 六小羽 我們預測 這個病人的 亮度跟低 而且我用一條的 解法 不會變 量度不會變 實驗體股也是不變 然後我們 預測結果是相同 然後這是我們畫的 電池病人的方法 然後 兩個電池的 正極連接 正極附近 所形成的風路 稱為電池並連 電池並連著 一條電線 沒接好 或是其中一根 電池沒電 燈號還會亮嗎 我們也是會 我等一下 等一下 各位 老師要記住一問 我現在先問 因為有點感人數 來 那你們 這個答案 看看要寫會了幾少 說不會了幾少 這是病臉 病臉會亮是不是 大家都睡臉會亮 好很好 燈兩個電池 從串連變病臉時 燈號的量度 有二百變 會變暗 變暗 變暗 對啦 你要問一下大家 你們對嗎 也是變暗 好 那第二個 好 我們看看 半年號病臉哪一種方法 比較消耗病臉 我們覺得是病臉 病臉 因為什麼 因為病臉它 它有兩顆電池的兩小線都有接到燈號座 然後 可是 它串連到 它只有一條接到燈號座 那你們 那你們 在這裡問一下 別人的想法呢 那你們覺得是怎樣 串連 串連比較消耗 為什麼 因為我們臉的時候串連 它 電眼關串連 它 你叫 它因為 你覺得那個亮度 然後 串連比較亮 串連比較亮 所以它的電力會 你消耗比較亮 你也這麼覺得 那你們這也為什麼 去臉 因為我 我沒有討論 原來是都一樣 都一樣 在這裡 因為我們本來是想說 因為串連和病臉都是很配電池 這樣子 那每個人 我也是 兩位都比較耗電 是不是 病臉都一樣 好 那這幾天保養 好 那接著來 一三題 考論看看 我們可以串連更多電池 好 那這幾天保養 要練力無限增加嗎 我們覺得可以 那你們有不同的想法嗎 你們覺得可以嗎 我們也可以 因為我做過使用 我們這三顆 三顆量子 並連起來 我串連 串連 串連起來 一樣 就這樣 我是說你會一直 無限增加到 10顆 10顆 練成串連 一棒 1顆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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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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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你完成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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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